村田的电池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1991年,抢先将锂离子二次电池商品化 1998年,抢先将涅系正极材料锂离子二次电池商品化 2003年,抢先将锂离子二次电池商品化 2004年,抢先将五拱氧化银电池商品化 村田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在小型电子设备、电动工具、家用及工业续电池系统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村田目前正在生产以下锂离子二次电池 高能量密度的三元聂孤氯电池 低成本的三元聂孤猛电池 高电压型、孤酸锂电池 安全性极高的磷酸铁锂电池 快速充电性能优异的钛酸锂电池 自于1991年,将锂离子二次电池商品化后 村田先后推出了多款锂离子二次电池产品 积累了丰富的实际 2003年,将大功率锂离子二次电池商品化 2004年,累计出货量达到10亿只 2005年,将锂离子二次电池商品化 为大容量化电池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2007年,累计出货量达到20亿只 2009年,将橄榄石型磷酸铁振极材料的 高可靠性锂离子二次电池商品化 并成功实现了高于以往的安全性 2010年,开始出售续电池模块 同年,累计出货量达到30亿只 2015年,累计出货量达到50亿只 此后,村田的锂离子二次电池也广受客户支持 于2020年5月,累计出货量达到了75亿只 村田的圆柱形锂离子二次电池 是金属罐的外部包装材料型 具有大功率、大容量的特点 其应用范围涉及从家电到住宅、工业、电力系统连接用途等多个领域 另外,大功率、大容量的特点 还有助于提高移动设备的工作时间 今后,村田将在原本需要汽油和引擎的应用领域 推动引擎技术的电动化 该技术将帮助用户解决噪音和震动的问题 上途是村田的圆柱形锂离子二次电池的系列产品 我们正在进一步完善 底组抗化技术 开发最适合小型引擎电动化的新产品 村田将通过电池开发 为发展电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 做出贡献